看看新闻榜 我可以操作的好办法 就是中医上 通过这个经络啊 穴位着手 来解决这些小问题 是不是特别有效 当然 中医传承了几千年来 所以有很多 中医学里面的这个方法 治疗一些热肠生活上 小病小痛的 效果非常有效 特别是 针灸学里面的 搞些穴位按摩啊 这些呢 更显得方便 有效 渐变 比如说有一些病人 他来找您 就是这些小问题 您给他们三下五除二 是不是能立竿见影啊 当然可以 比方说 我们头痛的病人 当你头痛的时候来治疗 我们证据扎扎 当然马上就可以见 见亲 小王姑娘 是家外企市场部的员工 平时工作很忙 看电脑的时间比较多 而活动的机会相对较少 久而久之日 她也和许多白领一样 得了偏头痛的毛病 苏白 你怎么了 我最近我比较忙嘛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 我这边头万一 你跳一跳的 然后就是很疼 好像有点偏头痛 对吧 不知道有什么水吧 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吧 而且呢 这种偏头痛呢 成不动样 一跳一跳的 觉得血管的波动 就波动 觉得这神经在跳是吧 对 血管在跳动 然后出现了疼痛 那么按照针灸 按照针灸的理论 我们给她的群菌取血 用了以后呢 她疼痛的马上就会 马上就改善 以后呢 教她呢 就是一个呢 注意就是经常的 给这些穴位进行一些按摩 对吧 一个呢 也注意生活中呢 就是工作不要过于紧张 不过于紧张 这样以后呢 我这个病人呢 有其他的情况 又到我们科里来 她告诉我 头痛的确是明显好转 现在引起头疼的原因 也是非常的多 对对对 这个比如说颈椎病 对 这个比如说 有一些身体的健康问题 都会引起头疼 甚至于天气的原因 也会引起头疼 对 那针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原因 那如果有一些头疼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临床上更常见呢 是一种血管导致的头疼 血管的波动移常导致头疼 我们有种血管型头疼 这种头疼的特点呢 一个女性比较多健 年纪轻的比较多健 然后呢 偏头痛比较多健 然后疼痛呢 呈不动痒比较多健 和列痂呢 可能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 所以针对这种 这一种类型的疼痛 就您刚才说的 神经紧张 压力大了 或者是天气急剧的变化 由于这些原因 引起的头疼 咱们可以怎么来自我缓解 头疼这种病 很适合采用证据治疗的 特别适合 特别适合 这个在80年代初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向世界公布的 43种疾病里面 就有头疼 中国传统中医治疗头疼 采用了简洁明了的 寻经取血的原则 经脉所经过的地方 就可以治疗 对应的疾病 根据这个理论 在对患者的病情 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 就可以按照具体的部位 来取血 通过血位按摩和针灸 来进行治疗了 有头疼的患者呢 可以这样 就是你 比方说你是前头疼 比方说你是踮顶痛 比方说你是后头疼 比方说你是偏头疼 这个四个部位 按照中医呢 正好是四种经脉的头疼 前头疼 那是阳明头疼 偏头疼呢 是少阳头疼 少阳头疼呢 就是偏头疼 这个头疼呢 比较多减 对 占整个头疼的类型里面 大概在60%以上 尤其是职场人士更多 职场人士更多一点 职场人士更多一点 还有呢 就是后头疼 后头疼就叫 我们叫太阳头疼 太阳头疼 中医按照这个 寻经取血的理论呢 就是太阳头疼 还有呢 就是头顶疼 头顶疼我们叫做 绝阴头疼 绝阴头疼 那引起这不同部位 疼痛的原因 也不一样吗 这个是呢 按照中医理论来分析的 是引起这些头疼的 经脉不一样 前额是阳明经 侧头那是少阳经 颠顶那是绝阳肝经 后头那是太阳经 就没有说 比如我这个神经紧张 就尤其容易两边偏头疼 比如因为什么原因 我就尤其容易这个 头头后脑勺疼 这有讲究吗 这个是这样的 一般的说紧张的人 神经紧张的人 偏头疼 概率比较高一点 概率比较高一点 那么其他的疾病呢 可能就导致前额 颠顶就稍微多一点 当我们有头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自己感觉一下 我这个头疼大概是在哪个部位 对 然后采取不同的方法 对对对 一般的说是这样 采用不同的方法呢 一般是假如说前额痛 那么脚部取血 加上远道取血 远道是用什么呢 用舌阳明大肠经的核骨血 核骨就是在这个部位 就是在这个部位 大拇指 直破圆 摄子和大拇指的直破圆 然后对着它以后 这个按下去 这个下面就是核骨血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这个胸位也感觉非常敏感 那么治疗前额头痛比较好 如果前额头痛 我就这么按压一下 对对对 按压到它不疼为止 可以 按压到也最起码能够减轻 可以的 当然你脚部可以在加息血尾 比方说你可以按压头尾血 比方说这个头部的脚部的血尾 还比方说风磁血 风磁治疗整个头部 不管是阳明头痛 绝阴头痛 太阳头痛 少阳头痛 效果都是比较好 这比较简单 你头疼了之后 你也别分 你是左了右了上下 对对 就按摩这个风磁 风磁血 那是 因为什么道理呢 因为头痛按照我们中医认为 古人把它叫做头疯 这个三个字里面都可以记载 太祖患头疯 就指着曹操患于头痛病 患了头疯病 命滑驼治疗 滑驼用症治疗 随手而错 滑驼用症以后了 曹操的头疯病 头疯病就给治好了 就改善了 然后按照前额痛 我们可以按 和骨 和骨血 假如是偏头痛 我们可以按外观 外观 外观 哪个位置 这是在晚痕纹上两寸 两根骨头的中间 在外观血 这个是一个 至于后头痛 太阳头痛 这偏头疼 咱得说得仔细一点 因为偏头疼的人特别多 比较多 对 这个疼的时候按这个外观 外观血 一般可以先按风磁 先按风磁 再按外观 各按压个 100次吧 100次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风磁血它是这样的 在整个下缘 在胸索鲁特基 和斜方基之间的凹陷中 是这样 两个血我用中指顶着 然后我们可以 按的话可以是这样 这个可以一时针顺顺顺 都是一样的 偏头疼 偏头疼是受养头疼 我们可以加用外观血 因为它是外观血 这个是偏头疼 偏头疼 后头疼 还有后脑勺疼 后脑勺疼 我们叫太阳头疼 我们可以按了风磁血以后 我们再可以按我们的昆仑磁 昆仑磁在我们的脚上 它在跟腱和外怀的中间 还有一个就是颠顶痛 颠顶痛 颠顶痛我们可以 楼风磁血的同时 我们可以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从太冲 一直向下 按揉 按揉到行间 用这个设置推 太冲和行间 也是两个穴位 两个穴位 都是在脚上的 都是脚上 你可以从太冲 推到行间 像这样按摩 咱就是一种就是疼的时候 就马上这样按 对 这个是可以的 那这个如果是没疼 这按了可以预防 可以的 可以调节 因为实际上 我们不管怎么说 我们头痛什么的 中医的理论 认为疼痛呢 主要是经脉 循行不畅 气血不流通 造成了绝部的气血瘀阻 那么这样按摩穴位以后呢 气血流通了 那么它就 疼痛就缓解了 我有个病人 很有意思 他就跟我说 他说健康的人 应该四通一瓶 他就成了这个理论 我也很有意思 我问他 哪个四通 他说 经脉要畅通 气血要流通 肤泻要疏通 舒服的疏 要疏通 这个消化也要疏通 那个是疏 疏泻的疏 那么我问的瓶呢 瓶阳平衡 所以健康的人 他说要做个四通一瓶 咱这按一天 得按个几下呀 一天他这样的 他这个一般的说呢 是早晚 是我们比较提倡的是早晚 就是进行一些血位按摩 当然 当然这场人是 比方说长期的复按工作 工作紧张 这个是中间加一次 加两次 都也是不具形式 不具形式的 那么每次呢 按个血位呢 80到120次 80到每个血位 80到120次 这个对自己舒缓 这种头痛啊 效果比较好的 听起来挺多的 这个百来次呢 很快的 其实按按也就三五分钟 也就快了 你看这个三五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感到很舒服 那如果头疼的话 除了这个按摩 咱需要吃点什么 来帮一下忙吗 这有什么建议吗 头痛的话呢 一般的说呢 吃的话呢 到我自己觉得啊 一般的说呢 头痛的病人呢 辛辣的东西呢 不大赞成多吃的 不大赞成多吃的 吃些比较清淡的 比较清淡的 特别是吃一些 比方说啊 我们比较赞成的吃一些 茶水里面呢 用的菊花茶 菊花类的 用菊明籽啊 菊花 这种东西呢 都有比较好的瓶干作用 这个也有一点 治疗头痛的作用 这个倒是比较可以的 菊花或者菊明籽 菊明籽 这两样可以放一起来饮用吗 可以的 那这个是 就是这个四个部位的疼痛 都是适用的 应该是适用的 因为它都有比较好的 蔬干解育的作用 蔬干解育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四个部位头痛呢 应该是用这个 简单的方法 喝点茶 现在特别比较提倡的 就是用一些玫瑰花 再加一些玫瑰花 三样 菊花 玫瑰花 菊明籽 菊明籽 各六颗 各种六颗 这个非常简单 男女适宜吗 一般的说 按照我的老师的经验呢 女的是用玫瑰花 男的一般不用玫瑰花 那针对女的头疼 它玫瑰花怎么用啊 玫瑰花一般六颗 就单单玫瑰啊 要加点别的吗 有时候就单玫瑰 当然你可以加这句话 加些句名字都可以的 别忘了 头疼病的女童子 比男童子多了 头疼好发于女性 听起来怎么什么病 都好发于女性呢 没有 这个说的是头疼 这个咱今天是头疼说头 脚疼说脚了 除了这个头疼 现在很多人也会脚后跟疼 这个不单单是老年人 上了岁数的年轻人 也会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我看到报道说 有个小伙子才二三十岁 当然他是一个项目的经理 所以跑这个项目 跑工程比较多 结果有一天早上 就是突然一下地 这脚后跟疼得钻心 被家里人架着去医院的 对 这为什么现在会有 这种脚后跟疼呢 脚后跟疼呢 因为现在就是有几个原因 脚后跟疼呢 一般来说呢 按照我们中医的认为呢 一般是肾虚的 都是年纪大的 还有种是老损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小伙子 他可能走路多啊 跑项目啊 比较在工作上比较投入 走得也比较多 而且这种小伙子呢 都是白领阶层 对 他穿的鞋子呢 相对多个是硬底的 硬底的鞋 实际上硬底的鞋 不是很适合我们的 一个硬底的鞋呢 这个很硬 对 所以我们脚呢 就容易造成脑损 第二个硬底的鞋呢 没有一个缓冲 所以更容易加重脑损 所以这个不是很适合的 但是脑损的 做跟痛 现在也有一定的比例 就是特别在这个小伙子里 年轻人里边 那么还有种呢 就是虚寒性的 就是寒性的这个脚跟头 这种呢 也是刚才说过了 实际上是比较长时间的 穿了一种比较单的 比较单底的硬底的鞋 年纪也比较大的 长时间的就是穿着这种鞋 站立啊 走路啊 所以容易引起寒性的脚跟头 所以这个三种比较多 肾 虚 老损 寒性 我这里碰到 临床的比较多的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 青年人有时也来 青年人有时也来呢 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建议 第一建议 穿软底鞋 这些青年人会不会这个 就爱美的 穿这个硬底鞋的比较多 要么就是我猜好 可能这个女性 长期穿高跟鞋的 也有问题的 穿高跟鞋实际上 对人体力线不是太适合的 所以呢 假如因为年轻人 因为脚跟头来治疗的话 对女性我们建议她 穿平底的 对起来把根要放低一点 第二厚底的 第三软底的 假如再痛得厉害 我们劝她把鞋垫拿出来 哪儿痛 哪儿的鞋垫 剪掉个洞 根据力学的原理 脚后跟部位是直接着力的 所以一旦疼痛部位 与鞋垫接触力度加大 则疼痛感同样加剧 把疼痛部位的鞋垫 剪一个洞 减缓受力的力度 疼痛必然会得到 极大的环节 所以呢 这个呢 脚跟痛 也是通过一些穴位按摩 也是可以比较好的环节的 那您建议是按摩哪儿 按摩第一个就是 刚才我说过的 就是我建议用昆仑穴 昆仑穴就是外怀 到跟腱的中点 外怀 跟腱它的中间 中间叫昆仑穴 可以按摩 第二个呢 还可以按摩 你可以把这两个手指 加入个太吸血 这么按摩 这个呢 也比较好的 疏通肾经 以及疏通膀胱经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经呢 就和脚底的关系 比较密切一点 所以就不容易疼痛 这个脚后跟疼 是不是 就您刚才说 也有可能是肾虚是吧 对 所以这个按摩 这个肾经的这个穴位 对 那跟膀胱经有什么关系啊 膀胱经和肾经的 副位表里 就是膀胱经和肾经 它是一对 一阴一阳 副位表里 所以呢 肾虚的这个脚跟痛呢 可以按摩太吸 按摩昆仑 这也比较好的 指肾虚的脚跟痛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 加入肾虚的 我们用的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擦那个涌泉穴 脚底心 脚底心擦涌泉穴 擦了因为涌泉穴的肾经以后呢 它绕过那个脚跟的 绕过脚跟的 所以擦涌泉穴 关于擦涌泉穴 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在电视剧里面 各位都可能 没有 在电视剧就有表现 敌人节那个探案里面 敌人节在一头商量这个 怎么破案子 一头就是在擦涌泉穴 这个是针对脚跟疼 是这个肾虚引起的脚跟疼 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它这个疲劳呢 疲劳就是可能这个走的路 比较多了 这种引起的脚跟疼 怎么来环节 就特别是 比如出去旅行的时候 或者逛马路时间长了 女孩子会这个脚跟疼 对 这有什么办法 这个办法呢 刚才我自己认为呢 个人认为呢 这个这种脚跟痛 我们首先给它按昆仑穴 然后再给它叫它按绝部 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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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斯穴 这个倒是阿斯穴了 哪里疼按哪儿 哪里疼按哪儿 因为这个都比较近 这个认为呢 中医当中认为呢 这里痛 为什么产生痛呢 这里有气血的淤齿 然后你把它按摩 有可能的消散 那么就不容易痛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叫它 最好改变一下这个鞋子 改变一下生活方式 这个是劳损性的 好的 刚才说了两个 这个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特别普遍 就是睡不好觉 失眠 但失眠呢 引起失眠的原因 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 一个方法了 就是手心按摩 脚心 泳泉穴 这个是心肾香蕉 这失眠原因那么多 咱怎么来缓解呀 失眠的话是可以这样的 一个呢就是可以安柔的百慧穴 因为百慧穴的位居已颠 这会是头顶正中 你按了以后呢 容易心神定下来 也可以安柔的风磁穴 还有一个就是安柔劳工穴 就是前面你所说的 它实际上是心包经的 这个按了劳工穴呢 有泄心火的作用 有泄心火的作用 大家你各位可以试一下 就是假如睡不着的话 你按了劳工啊 你会感觉到自己容易 容易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睡不着的时候很烦躁 心火旺 这个时候呢 劳工穴 它是心包经的第二个穴位 我们叫做银穴 银穴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穴的按 银穴 银 这个穴有什么特别呢 泄火 泄火 泄日 泄日 所以劳工穴是心包经的银穴 所以有比较好的 清心火的作用 那么你就可以安柔劳工穴 劳工穴怎么定位呢 劳工穴定位比较简单 拨拳 中指尖 中指尖 这个下面就是这个穴位 所以穴在哪里 就在掌和穴上 中指尖下 就这个穴位 这个穴位按了以后呢 就有一种 宁心 安神 安神的作用 治疗失眠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 关于这个失眠挺重要的 就是中医是说 先睡心 后睡眼 因为它的意思叫 你在睡前 就不要做一些 决力的运动 不要去想太多的事情 需要静下心来 然后慢慢地合眼 这个意思在那边 所以按摩这些穴位的时候 也是要这样的 要平心静气 对 不能一边看着激烈的电视剧呢 想着反正一会儿睡觉 我就是要按一按 不管用 对对 不管用 不能看一些就是静速片 特别是不能看一些静速片 那针对这个失眠的情况 除了按摩 这个 比如说这个心火旺的 饮食上有点什么建议吗 饮食上的建议 大多数都是现在年轻人 一般都说呢 辣的不要吃 这种辛辣的东西呢 容易助心火 烧烤类不要少吃一点 烧烤类 烧烤类 中医当中倒是认为 烧烤的东西呢 容易产生火 那有一些什么 帮助改善的这个 药膳吗 有些什么食物 能帮助改善的 降心火的 这个倒有的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呢 倒是用个连心 但是比较苦 连子的心 连子的心有降心火的作用 但是比较苦 这连心放多少呢 这个连心呢 大概放个一颗左右吧 不要太多的 太多的苦 比较苦 中医当中苦说寒 寒能去火 那女性不就是 会不会不太适合 有些人 不太适合 女性呢 一般说呢 女性呢 在我们临床上来看呢 干绝菌的比较多 干绝菌比较多 这个是可以用玫瑰花 这倒是个不错的药 现在我看了一下 市场上也比较多 大家也比较流行 睡觉 晚上睡不好 干细菌节 也能够睡前 喝点玫瑰花茶 可以的 这白天就可以喝 这个是慢慢调理的 人体实际上调理 一旦疾病的形成 它去的都是比较慢的 所以你慢慢地 通过日常生活的调理 就慢慢慢慢地 纠正过来 总的来说 我觉得就是 针对这些小病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 按摩一些经络啊 穴位啊 来调节自己的身体 那当然 如果这些重病 用了这些方法 还是不是 那一定要及时地看医生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也感谢葛教授 神奇经络管百病 都市流行敲胆经 在这个情况下 敲这些胆经 是能比较好的 能够促进经脉的流畅 胆经敲来很轻松 找准穴位是关键 指头的时候 就是用的杨领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可以治疗小腿的伪症和臂痛 下期的扁决会 中医专家葛林宝教授 教您胆经该怎么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